时间来到4月5号 当时还发朋友圈感叹说封了17天 但实际上是封了18天 巧的是第二天我就被通知阳性 然后当天晚上就被转运了 上车之后以为就要去方舱了 但其实并没有 那最后就这个样子 满载了也很费劲 就一直绕弯等流程 那么最终花了9个小时才到目的地 当然有的朋友是通过中转站去的 那么就不会这么折腾 你是灵港的方舱 这个方舱环境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 这里有这个排纱 这里有这个一个柜子 然后这什么东西 是台灯 这里有水壶 还有香矿泉水 我再就是一张床 这边是一些毯子 枕头 然后这是叫什么 垫被是吧 然后这个是被子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生活物品袋 有垃圾桶 这个毛巾 纸巾 甚至还有洗 还有洗发水 梳子 雨衣架 纸巾 还有这个鞋 但是 洗澡的话得到那边 第一顿蛮惨的 我当时就想 会不会跟外面一样也是缺凉 所以当时这个蛋炒饭我都只吃了一半了 然后到了中午就画风突变就变得特别的好 然后其实我发现那边饭菜是非常好的 甚至就是说你其实一次可以拿多份 所以后面就变得异常的丰盛了 当天下午我就拿到了自己的这个病号 有了病号 他们就可以给你来做核算 所以它非常重要 因为在里面它不会给你具体什么治疗 它就给你发莲花清瘟 对吧 你可以不吃那个莲花清瘟 只要你的核酸连续两次阴性 那么你就能够出方舱了 另外我是可以远程去参与到公司的工作的 所以一开始我是坐在矿泉水平上 在床边工作 后来调整到了这个柜子上 然后舒服一点 其实在通知我去方舱那个下午 就想到这里边可能会需要酒 虽然在里面那个信号比较好 你可以正常去工作 对吧 但其实的话你在那边 你还是会看到你身边的一些伙伴 他们会有时候会合授 有时候会流鼻涕 对吧 那么难免的你在这里 你就会有一点焦虑 对吧 这个时候酒就会发现它的作用 所以在两天后 也就是说星期五的晚上 我就小酌了几杯威士忌 然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林港方山这边其实有一片半露天的地方 就是这个洗漱区啊 卫生间淋浴间 洗好的衣服一般只能挂在四边的那个墙壁上 进来就不会对饥饿和病毒 所以大家都试图调整自己过一个正常点的生活 我自己经过积极调整之后 也是恢复了一天五次左右的间歇性用户 当然方舱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有的人甚至会在里边去保护我 适应之后时间的流速就会加快 也就在第五天的时候方舱迎来的第一天出舱者 大家在围观他的离开 随着方舱运作的时间增长 然后墙上出现了很多的宣传标语和鼓励标语啊 当然我不知道在这里面的患者 他们需不需要直接鼓励啊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无症状 方舱的医护人员真的挺辛苦 第六天又陆续有第二批 他们可以离开方舱了 第七天一下子爆炎 正是在第七天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我明天可以出院了 就是说第八天我可以出去 当然不是自由啊 是说他们派车把我送回小区 回去的路上车上也是堆满了行李 跟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区别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就是你对这个奥米克戎 有了一个更加理性的认识 就是你不再生活在一种 无谓的恐惧当中 最终这个车把我送到一个体育中心 在这里我可以等社区来接 也可以自己出去 所以我有一些放风的机会 就打算到这个商圈来看一看 商圈的话基本什么都没有 然后只要美国一些地方 就会能看到一些 做这个社区团购的车呀 然后很多小型的商超 他们是开门的 但是不过只能这样扮演着门来做声音 可能不是很合规 大量商业停摆的上海其实显得很安静 甚至很萧索呀 像平时比较多的这种外滩 这边现在一个人都有 就是给你一机会讨论 你也不知道能去哪里 那最终就只能在这里买一瓶可乐 来体验一下自由 可乐是冰的 在都安封之后呢 我去做了一些物资采购 然后回到我们的小区 小区还封着 同时楼也还封着 而且要封到4月25号 这时候就会有一种魔幻的感觉 你感觉时钟好像停摆 它没有转动 最后我觉得病毒本身其实没啥 但是对于病毒的恐惧 以及对于饥饿的恐惧才是可怕的